大家好 歡迎收看異想世界 我是張凱英 今天節目很榮幸我們繼續請新北市電影節策展人Ryan為我們談本界關注的大師與欣睿 Ryan你好 柴英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Ryan我們昨天說就是今年的新北市電影節關注很多的社會議題 當中也不乏大師跟欣睿的作品 各位幫我們介紹今年特別聚焦哪一位大師 他的風格跟他的作品 好 之前在策展的時候都會很關心今年是二零一四年 然後就會往回推 比如說二十年前有什麼片或發生什麼事情 二十五年前 三十年前 五十年前 開始這樣算 然後開始找片 因為這樣好像比較適合 找個整數 會比較適合做致敬 那今年二零一四年 其實就是柏林圍牆倒塌屆滿二十五週年 對 那我們就很榮幸地跟德國文化中心 他們其實就有一個導演 那那個導演其實我很久很久以前曾經看過一兩部作品 但是太久了 那時候年幼無知 年幼無知的時間 對對對 那他們推薦了之後 我們就重新拿來看 然後我跟洪洪都覺得驚為天人 那這位導演他非常有趣 他叫做柯拉沃夫 然後他是在東的等於就是鐵幕 他是我們常會覺得 如果這導演在在那個鐵幕 封閉的國家很有名 那他一定是受迫害的 比如說我們都會說張藝謀最好的作品 就是那時候被中國封殺拍地下電影 或者他非要拍一些控訴 這些極權的 有沒有 那可是呢 柯拉沃夫 他的有趣是 他他們家 其實是一個藝文世家 然後他爸爸會是劇作家 那他自己 他他們曾經因為受過納粹的迫害 所以後來去到蘇聯 所以他自己有蘇聯的經歷 後來他又回到他的東的 也就是他的家鄉 那他哥哥是東的最知名的情報頭子 非常 有非常多的傳說 甚至聽說像那個勒卡虎 知名的那個諜報小說作家 聽說曾經以他哥哥為那個類似 為一個 原型 對 為原型去寫了一些小說 當然他那個勒卡虎是完全否認 這樣子的 對 那他他們整個家族 就是都有傳奇的經歷 然後他自己 他在他在東的 他其實是非常受到尊崇 那我們會想說那如果你非常受到尊崇 你的作品 是不是就是為當權者服務 一點也不 他很好玩的是他的作品 其實都很通俗 他是黑白片 而且距離臺灣的觀眾 大概那些電影都是四五十年 年前的 所以我們也很希望能夠是用最通俗的題材 然後去吸引臺灣觀眾的一個能夠達到一個共鳴 所以他的故事其實都是很浪漫的愛情片 或者苦戀或者絕戀 然後他也拍那種 比如說像他也拿過國際級的資金 跟蘇聯那邊合作 然後去拍了像戈亞畫筆下的幽靈 戈亞就著名的畫家 但是他然後他表面上 他的作品都能夠通過東德 大家知道鐵幕時期 你要創作要幹嘛 其實你沒有國家資源 你可能會是違法的 他都能夠得到國家資源的支持 而且在東德非常的賣座 然後甚至去傳到國外 在國際間也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但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他的作品其實都還是對 就是有一個傳達一個普世價值 對這些極權 然後對這些壓迫人性的這種體制 去提出質疑和批判 我覺得這是最厲害的事情 對 但是他很聰明的是他 畢竟他是在鐵幕 他他以前在蘇聯長大 後來又回到他的故鄉東德 都是這鐵幕國家 所以他很懂得 比如說我明明在拍這件 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表面上 跟東德的生活完全無關 但是其實他就是用裡頭 那個故事主角的 他的經歷和遭遇 然後來介遇 其實我們東德 其實看得懂 有有些人就看懂就知道 原來你是用這個 這個這個角色 他的苦難經歷來隱喻 其實每個人都有選擇 自由的權利之類的 對 我覺得這是他厲害的地方 然後到底 其實我不太確定 到底是東德的當選者 能夠容忍他用這樣子的 偷渡的方式 去進行他的人道主義 還有他的社會批判 或者是在上位者 反正也看不出來 對藝術沒有一個神美眼光 這個我就不太清楚 所以我們剛說的 這是柯拉沃夫嘛 昨天我們有談到 Ryan心中很喜歡的 亞倫雷奈的作品 戲焉不戲焉 這次新北市電影節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大師 可不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其他大師的作品 好 因為這一次 我們其實在從 在現在選柯拉沃夫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想要以他 他在他的作品中 可能是跟戰爭有關的 比如說裡頭有講到跟猶太人相關的 然後裡頭有講到那種在極權的生活之下 年輕人要如何去 要尋找自由的 那我 那我們那時候就想到另外一個 我自己很喜歡的導演 叫做克勞德雷陸許 然後他其實也拍過很多戰爭相關的題材的電影 比如說戰火福神錄 那克勞德雷陸許 他其實是世界知名的一個法國 法國導演 那我們那時候覺得兩位大師法國跟德國 這樣也是一個平行對照 呼應我們平行時空主題 那很可惜的是後來雷陸許 他比較舊的作品 我們沒有辦法邀到 所以在戰爭那一部分 就變成有點缺席了 但是我們這次很榮幸地邀到 克勞德雷陸許 他今年二零一四年最新的作品 他他最新的作品 也有世界最多愛的人 那還有他自己 他回顧他自己的電影人生 因為雷陸許在很年輕的時候 他起他從小就在戲院長大 然後他很年輕的時候 他就他就想要像謝格瓦拉 這樣子去世界撞遊 所以他就偷帶著一台攝影機 就去了蘇聯去拍片 所以他這樣子非常傳奇的經歷 就讓他後來拍的一些作品 其實都會常常跟戰爭 然後比如說他最有名的戰火福神錄 也是講藝術要如何跨越國界 那他他這一次在他的最新的作品 像擁有世界最多愛的人 以及他的紀錄片 那個拍不完的電影中 其實我覺得他是 他一直在強調一個概念是 雖然這這兩個故事 我覺得一部紀錄片 那另外一個新作 在在他相較他以往 比如說南歡女愛 那或者戰火福神錄這樣的一個 已經是世界級頂尖的作品來說 他這一次的作品是比較小品的 但是我覺得他一直在講一件事情 就是人性與愛 那這個人性與愛 愛其實是能夠跨越 非常多的事情的 然後他大家如果 國內觀眾可能對雷錄許 如果比較最近的印象 是有一部片叫偶然與巧合 那他的運鏡向來非常的華麗 然後音樂性非常豐富 然後許多人的 許多明星 裡頭角色大部分都男帥女美 然後音樂非常好聽 就整個好像是一場 非常華麗的一個視覺饗宴 那這些元素 在他的這個最新作品 擁有世界最多愛的人中 也都有 然後他 但是他這一次 我覺得他有一個小小的突破 是以往他比較著重 男歡女愛 就是男女兩性之間的愛情 這一次他嘗試去處理 一個家庭之愛 我就是講一個退休的攝影師 他想他要 他 他有一個人生伴侶 然後他又要跟四個過去 因為工作 而好像有產生代溝的女兒 然後他四個女兒 因為他們住在阿爾卑斯山 他四個女兒叫做春夏秋冬 那題外話是我們翻譯 那時候他非常緊張 他問我說怎麼辦 那他們四個到底是要翻春天 夏天秋天冬天 這樣會不會很奇怪 我跟他說要把你就翻成秋香 東美 這樣也是不錯 他就覺得這是impossible的事情 那總之這 其實我覺得雷露許 他就是忍到七十 你會覺得這時候 他就像這個劇中的 那個已經要退休的 一個攝影師一樣 其實你的心境 好像已經不再是像以前 一定要去追求戰爭的 那種非常大的敘事的東西 而是他其他你心境到了一定的年齡之後變得開闊了 然後你會體認到好像有一些很平凡的愛的東西 是應該要更去把握的 那我覺得他的最新的作品 講家庭之愛算是他一個這幾年的作品中的一個小小的一個不一樣的突破 就是在講這件事情 文樂北投他很神奇的是他其實是西班牙人 在西班牙長大 可是他後來決定去日本念大學 所以他在日本待了非常多的時間 後來又念碩士 然後後來他又不曉得怎麼樣娶了一個台灣老婆 所以他的創作背景就變成在西班牙 日本還有台灣之間 連續三部片在不同的國家跟不同的班地 聯合創作 結束了 口五 得 那麼 是 感谢观看